哎呀,慘了,他没有装卡了 应该是新机,哈哈哈哈 过不过在车上说把盒子拆开啊 如果不是要打碎啊,哎呀 日前多位博主 在抖音和小红书等的平台 分立香港最新型的诈骗 揭发有黑心思机 疑似在后座黑耳留下 看来是全新的iPhone 14 Pro Max 以手机没有SIM卡,而且找不到室主为由 低价买给乘客 但那部手机,其实是一部山寨机 据了解,受害人已经多达十几个 被骗的金额,由千多元到万多元不等 我们联系到妈妈被骗二千元的港人小玲 我家人就有过他打车去尖沙咀 他一上车就看到车后一部手机跌了 他就给了司机 司机当时就回答他们 不要紧的,这件事很经常发生的 室主一会就会打回来 他们的车费我就交给他们 但是去到差不多目的地的时候 司机就主动跟我说 咦,为什么还不打回来 你帮我看看吧 我刚才听到他哭了声 因为他在开车 就叫我们帮忙看 但是他一按 就会看到里面没有SIM卡 然后他就说 哎,不过我老人家 我不会用这些iPhone 我拿回去便宜便放给同事 我家人当时也有点小便宜的心态 听到他说他要免费放我 加上说联络不了 里面没有SIM卡 就会打进了这个陷阱 就问他们一次买 司机就说 你出嫁我买给你 小玲说 自己曾经两次到警署保安 但警方都以兰静明在诈骗为由 将他们劝退 我就带着家人 首先去了黄帝仙警署 警方当时都教育了他 就说其实这个 执到电话不合 等同于抽屑 我家人等同于是接庄 如果要坚持要告 即是坚持要报案 我家人都要承担商认的责任 就叫我们回去考虑清楚 是不是真的要报案 但是如果拉到司机 司机在口吐叮 他真的是执动机 他真的跟你妈在分装 反而这一宗就会落实 诈骗人未必有证诈告 而内地游客小悦 日前来香港旅游 就遇上这一位司机 他录下了司机 移至撤过的经过 由于他抖音 曾经看到小玲的遭遇 成功逃过一劫 现在香港很多司机的套路 都是这样的 但凡我今天没有看那个视频 但凡是有一点点贪便宜的人 他说一千块钱 卖给你一个全新的iPhone 14 Pro Max 你肯定会要 但是幸好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有看到那个视频 太可怕了 现在的骗局真的是 你们现在在香港玩的 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 太可怕了 有网民留言表示 自己到尖沙咀警署被案 但同样被警方劝退 那个司机的影片、相片、车牌 目前已经是很多平台广传 但似乎那个司机 每次驾驶的车辆 都并非同一架 很多网民都说 那个司机明显是惯犯 但对于无法顺利立案 感到遗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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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